重罚要炒作行為的話 是要抓去關三年的 可是行政院在這部分就有 某種程度的妥協了 不關三年了 就給你最高罰五千萬 真的會罰五千萬嗎 我覺得很難 可是對有錢人來講 你覺得說關三年 跟五千萬他要選哪一個 他當然要五千萬 對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韻芬 我們炒房再度的下重手了 把你抓去關 防五千萬 看你怕不怕 好我們今天好好跟大家 來聊這個問題 到底是真的政策 還是打老虎一下下呢 而且這老虎還是只做的呢 好 歡迎向我們 天時地利不動產顧問公司的 總經理張馨明 張總 張總好 韻芬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台灣有可能會出現 打房的話 我幫你抓去關嗎 有可能嗎 這個本來在去年12月 內政部丟出來的 這一個所謂的修房 本來有這個版本 那可是在4月7號 我們看到行政院最後訂掉 已經把這一塊拿掉了 不會抓去關嘛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有時候政府在推出一些新政策 或是一些方案的時候 往往就是有一點雷聲大 雨點小 一開始的時候 哇 講得大啦啦 覺得說哇 不得了啦 我要把你往實力打 那可是呢 等到行政院的時候 就改了一個版本 等到立法院的時候 又改了一個版本 所以我們現在 大家都睜大眼睛在看 就是說 現在行政院已經送到立法院 到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樣貌 那我們先來看看 就是這一次 行政院通過的 剛才運分講的是說 本來在去年12月份的時候 內政部就因為 市場上的炒作 太過於嚴重 太過分了 所以呢 他們就要 嚴刑俊法 所以提出了五個方案 第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限制換約轉售 那這個是一個殺手鍵喔 非常厲害喔 那可是呢 這個部分已經有開始有一些 豁免條款 待會告訴各位 第二個就是縱罰炒作行為 真的會罰五千萬嗎 本來是縱罰 要炒作行為的話 是要抓去關三年的 可是呢 行政院在這部分就有 某種程度的妥協了 不關三年啦 就給你最高 花五千萬 所以呢 會不會花五千萬 我覺得很難耶 那可是呢 對有錢人來講 你覺得說關三年 那跟五千萬 他要選哪一個 他當然要五千萬啦 對不對 我花五千萬 我不要去關三年 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說 行政院跟內政部這一部分 已經有一點點 開始做一個退縮的動作 那第三個呢 就是建立檢舉獎金制度 建立檢舉獎金制度 這個部分業者認為說 五個項目裡面 最厲害的是這一個 是嗎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建立檢舉獎金制度 等於是全民公敵的概念 你這個人有在這個投機炒作 我就私下跟你錄音 錄影存證 那到時候就去檢舉 那因為我們知道房地產的價格 不像我們在檢舉什麼 這個交通違規 可能只是幾千塊 拍個照就可以啦 對 或是最多幾萬塊 那可是房地產都是幾十萬 幾百萬的 如果說政府訂下了一個 這個高額獎金 就是說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那大家就變成是 路人都是這個所謂的spide監督 有哪個建案 有在這個投機炒作 就可以去給他做錄音 錄影存證 然後去檢舉 那政府就會派人去做調查 私底下調查 那如果符合的話 那這個獎金就發給你 那當然這個關鍵就是說 獎金到底是多少 對 欸 張總 這個違反人性啊 會不會有一天我們兩個去看房子 對不對 我想說你是專家 你幫我看一下房子 結果你去跑去檢舉我啊 因為這個部分他的檢舉 基本上比較for業者 不是說我們兩個私底下去看房子 那這個我們大概都是屬於消費者 比較屬於消費者 那如果說你是跟業者 本來一開始就掛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會令當彼 以前不是有炒房團嗎 對啊 現在還有啊 對不對 線商他會先給一部分的人先買嘛 對 然後買完就跟他說 你們可以退場 因為有人要來接了 所以待會我們會來提 這個所謂的縱罰 大概有些什麼樣貌 好 那第四個就是管制司法人的 這個購置住宅行為 那有些人會把他講說 司法人購置房子 事實上他沒有那麼樣的寬鬆 他是比較限制在住宅 因為司法人基本上 你是一個公司啊 你是一個團體組織啊 為什麼要來買這麼多房子 那政府就要你申請 就是說提出計畫購物計畫 那你後續要做什麼 他有幾個樣貌 就是說你如果要當住宅要宿舍 因為我有一個工廠 那我要設十個宿舍給員工來住 那這個部分你要提出申請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你要當長期的包租公 那這個部分可以 那第三個就是因為都更跟微老 你要把他先買下來 那做一個整合的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是管制司法人 那因為過去我們看到 有很多司法人都是 藉著他們有口袋非常深的資金 那在市場上一買一賣 那造成整個市場上的一個動盪 所以這個部分政府要來管制 司法人是不是就是說 我是用公司的名義去買房子 對公司的名義 或是你是一個財團法人之類的啦 或是一個社團法人之類的 這些大概都說在司法人的一個 管制的這個範圍之內 那第五個就是預售屋 這個解約要去做申報的動作 那因為現在有很多這些不法的業者 或是不肖的業者 他們買了預售屋之後 因為要去依法要去申報登錄 那可是他們是 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我就賣給你一個價格 那價格就很高 我們就把它登錄上去 那後續要來買的人 我就跟他講說 你看我們這個房價 就是一坪要100萬 你要跟我砍80萬70萬 那有可憐 那實價登錄上面政府都已經公告了 那這一公告上去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撤下來 現在政府就是說 你如果說因為解約了 我們後來解約了 那這部分你要把它來申報 把它撤下來 所以這個部分 是在這個五個殺手鐧裡面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 限制判約轉售 他某種程度有所謂的 開始有一些豁免條款 那其中豁免條款呢 第一個就是因為 你買了這個預售屋之後 你家庭有所謂的重大事故 比如說有人重傷 或是有人得癌症 要長期治療 要長大量的資金 所以你沒辦法再按時的 繳這個預售屋 所以這部分一定要解約 所以或是跟換約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你家的財產被打拍了 那這個也可能也是 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第三種就是說 非自願性的失業 比如說現在因為景氣不好 公司裁員了 我攪不起了 對那這個也沒辦法攪起來 所以他有幾個豁免的這個事項 那感覺上 這合不人性 像你講的比較符合人性 那可是這些投資客 就會開始在這邊想方設法 又開始轉漏洞了 對啊 所以這個部分 在換約轉售這一部分的話 看起來比較符合人性 可是又留下了一些坑坑洞洞 可能會讓人家去轉這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所謂的 重罰炒作行為 那炒作行為要怎麼定義呢 第一個就剛才運分 炒房團 對有炒房團 可能藉由這個所謂的 我們講的社群 這個網站啦 群組啦 那只要一發出去之後 某某某某你們是我們公司的 非常VIP VVIP的客戶 你們現在來買 我們在公開之前 給你非常 special special的這個price 那等到我們公開之後 我們價格就會調兩層 那這時候 你要自己賣也可以 所以我們也會幫你賣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重罰炒作行為的一種樣態 那另外一種就是所謂的潛銷 潛銷就是還沒有開始銷售的時候 對 還沒開始銷售 就這些人就先來先議定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 這個奔批銷售 我最近去這個樹林地震事務所 在他們演講 那個科長就說 他們發現現在有案子 先丟出5戶 那賣掉之後 馬上再調價 再拿出5戶再賣 那這個就是 感覺上有點飢餓行銷 這是什麼購物台 要買要快 對 馬上就漲價囉 沒錯 他們常常就是這樣在push你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 這也是炒作 這很明顯的炒作 這個很顯的炒作 所以他在這個樣態裡面 也有把它列進來了這樣子 那以前不是有人花錢嗎 找那個排隊的那個大隊 那個做一個行銷 那個也算炒作 我們明眼都看得出來 難道主管機關看不出來嗎 可是在目前我看到的 他的樣態裡面 倒是沒有把這一部分列出來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說運分 有時候觀察是很入圍的 那政府機關可能要好好看我們這一期 對 那請問一下 就是政府有這麼多人去積查嗎 有這麼多糾察隊嗎 因為政府的人力基本上有限 所以他不可能每一個案子 我們知道這個329檔期 大概有將近六七千億的案子在銷售 所以你各縣市政府的那個地政人員 那地政人員又不是每個人都是在負責 這一部分的業務 大概只有地價科的人員 所以他的編制是非常少的 所以沒辦法完全面面俱到 所以才會想出就是說建立全民接來檢舉的 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獎金 對那要看多少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看獎金有沒有那個誘因 如果誘因過大的話 我想我就不用工作了 就來檢舉 我也來檢舉 我檢舉 我如果五千萬就可以去買一間房子 我不要這麼一輩子都在辛苦對不對 那我不用五千萬 我就大概一個案子一百萬就 那我就每天去看案子 那就帶個錄音筆 我要去檢舉這樣 然後帶個那個相機去拍一下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還是蠻期待的 即使說他已經有某部分的退卻 可是現在最主要的主戰場 已經來到了立法院了 所以到立法院之後的 這個修法的命運會是怎樣 大概有四個面向 你剛講那個五大那個殺手劍對不對 這是洪荒之力 各部會都努力了 都努力了 那現在送到立法院 那立法院之後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命運 第一個 當然是大家最期望就是說 照著這個行政院的版本 原封不動 這個一字不改的通過 該重罰的八五千萬 那這個部分 讓整個市場上 恢復到一個我們講的 居住正義的一個狀態 第二個 立法院覺得說 我們都照行政院的版本 好像很沒面子耶 還是修改一下好了 在文字上面或是在這個重罰上面 稍微修改一下 也許五千萬把它改成四千五百萬 那這個部分表示我們立法院 有在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不完全照著行政院 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圖章 會不會是立法院立委考慮要選舉啊 對不對 可能也要討好一下 要討好的話 可能就是第三個 全盤的推翻 所以可能會 像過去我們知道這個 實價登錄 1.0版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內政部行政院也送出了 他們的版本去 就要修這個實價登錄 可是最後通過 就不是行政院的版本 所以我們擔心說 會不會行政院的版本 最後全被推翻 改變成是一個 山上利比較小的 立委的版本 立委 你幹嘛把立委講這麼重啊 所以這個立可能就不是 占立的立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最不希望 這個第三個結果 那第四個就是說 立法院全部把你退回去 那這個在過去 那不是更糟嗎 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們這樣的一個 就像映芬講的 他不講直接說 這個要選舉了 他說這樣好像 對業界 或是對相關市場來講 影響衝擊太大 你們要不要再想想 考慮之後再送到立法院 再想想 最好等到選舉過了以後 你們再想想 對 所以這四個版本 我覺得都有可能 好 這個真的是 政府打草房 從這個風聲鶴唳 到現在會不會變成 紙老虎的一個關鍵點了 今天非常謝謝 張欣林 張總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 拜拜 你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不要忘了 按下下方的愛心 然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ght Today的 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芯片囉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 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1點 Light Today的理財分類 準時上線喔